媽祖 我們來囉 好神奇 很像魔法耶 好像是這樣子喔 怎樣 所以以前 媽祖都是一家人的感覺 來 5 4 3 2 我們要去媽祖了 我們要去媽祖 夠笑 我們要去媽祖了 我們要搭乘南北之星去媽祖了 這次的南北之星真的非常特別 因為以前要搭船去媽祖 然後花很多的時間 幾乎半天都浪費點 我們還聽到就說 蛤 你們要搭船 不是要10個小時嗎 現在不用了 現在搭去媽祖只要3個小時 就搭乘南北之星 重點是台北車站還有接駁車 會送你到台北港 對 以前就是 去媽祖可能就是要到基隆 但是現在你可以從台北港出發 只要3個小時就可以到南竿了 而且我們今天很幸運喔 因為今天是霧氣的關係 所以搭機全部取消 對 這就是搭船的好處 對啊 因為以前去媽祖 很容易就會碰到霧很大 然後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飛 沒有辦法飛 對啊 因為很多人都去媽祖看藍眼淚 然後他們當地就有個說法 就是你今天如果看得到藍眼淚 你明天就會看到自己的眼淚 因為就飛機沒辦法飛 對 但現在有船就可以避免掉這個問題 好棒喔 阿伯超羨慕我們的 然後他就想說我們死定了 沒有 我們要去爽了 走 好 好 好幸運喔 我沒有搭過游輪,這是游輪吧 這不算游輪 但它的確是今年四月才開始 然後平常這種Size的船只有兩個馬達 它有三個 然後強調的就是它很快又很穩 所以呢,我今天特別沒有吃暈船藥 就要來測試一下,幫大家測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一定很多人坐這個船的時候 就會想說到底要不要吃 稍微要吃暈車藥 我來幫大家試 好,重點是你們馬祖最期待什麼 我最想要去吃的老酒麵線 我也是最期待的老酒麵線 因為阿翔說一定要吃 他說真的超級好吃 然後我想吃那個佛手 我想吃頂邊湖 但我更期待的是就是馬祖整個的風景 是跟台灣本島很不一樣 看起來超美,很像國外耶 等會兒帶大家去看 等一下,小心啦 下個小時後馬祖見囉 大雨見 對,不過不過海外的天氣 不要心急 我要靠,真的妻子 到此時,我們繼續走 不然有空 要開имся 我們的小夥伴嗎? 到了 到了 我也知道,我還跳過去 你有陰嗎? 有 這樣有點暈 這個醒來很暈喔 怎麼會 對啊 我覺得還好 你們怎樣 每吃藥的三個人 很囂張就對了 真的會怎樣 這超級小配子 我覺得公車比這個還好 不是他這個晃的方式 不是前後上下 他是這樣 他是這樣 所以他算是穩 他只是左右會晃 你怎麼了 嗨 你活著嗎 還行啊 我需要一點回復的時間 我們果然是公主體質啊 公主郵輪就不找你了 沒有沒關係 因為我們只能做公主 就是大財 沒關係 沒關係 到了 這次來馬祖就是要體驗一下 坐機車騎機車的樂趣 所以 他今天要載我 哈哈 我是第一名 你不要載 哇 你看今天的霧 你看看 看不到 我今天要給陳悟欣載 好奇妙喔 完全不用擔心 我很厲害 所以我選你 眾多人之中 我只選你 感覺你是會騎 耶 他可以一邊拍一邊看導航嗎 看他第一個彎 大概就不知道了 走囉 我還有啊 第一個彎就不知道 第一個彎就不知道 第一個彎就不知道了 我們好像第一個彎就是錯了 那還錯了 那還錯了 看起來不會騎車的了 哦 好像是要上去耶 牛奶帶錯路了 回轉 現在帶路的是牛奶 對 可是你真的講錯了 誒 手機給我 女飆仔要出動了 走錯了 走錯了 又走錯了 走錯了 你們到底要走錯幾次了 學長你不是在這邊當過兵嗎 正常發揮 正常發揮 不好意思 好可憐 好可憐 FALLING APART But maybe we need to take a step back To remember how lucky we are It's like time was falling 好邪喔 小心 好邪喔 小心 我慢慢騎到布洞派 我慢慢騎到布洞派 喔 這好邪喔 好邪喔 好邪喔 欸 到了 他剛剛一直跟我求老 他說我拜託你 我求求你 你慢慢來 你也驚慘前面 你驚慘一點 我說我從頭到尾都已經開始打車了 我想不行 我覺得太可怕了 我剛剛眼角要犯內了 那下坡太陡吧 學長加油好嗎 學長 耶 我們來到金沙聚落了 我跟你說 現在還沒有要逛 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 所以我們要先去吃東西 然後待會呢 再來介紹金沙聚落 我們呢 會把這一次的美食 全部集結在第三集裡面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一集 想要看我們吃什麼 推薦什麼好料的 就要看第三集 我們現在在金沙小館 走 來來來 這裡 走走走 好餓 快餓死了 這間超多人推薦 這次都很好吃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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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xo 咕啡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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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way eko 欸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金沙的沙灘 然後很多人都有在這裡看 biblirane 你們來看這個沙 其實金沙以前就是叫金沙 因為它沙是金色的 我們那時候去鬧鏡拍的時候 其實沙子是比較粗 然後是黑色的那種 可是你看它這邊 它這邊是很細 然後是金黃色的 黃色然後照在那個陽光下面 就會這樣子亮進去 它才叫金沙巨鹿 金沙巨鹿啊其實之前就是 整個馬祖地區算是很繁華的地方 然後我查資料是說 他們的魚群變小了啦 所以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魚 然後之後人口就外移 所以就算是一個被遺忘的村落 但是來馬祖觀光的人 我覺得這裡很好 因為相較於其它比較現在熱門的地方 這邊還是很漂亮 還是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我們可以邊往那個 這邊的自然景觀像是造成的很好 好可愛 是那個耶 這個 以前是防空洞對不對 這個嗎 對這個 裡面有什麼 這樣可以進去看一下 這可以皮卡進了進去嗎 裡面好黑喔 這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就是一個很小的沙灘 好我現在看不到 我怕裡面 我怕裡面有人的那個頭骨 我會怕死 不行 小蟲我會害怕 對啊 這種事情交給他們就好了 對啊 對啊 我們這種這麼陽光的面孔 還是待在陽光下好了 嗯 對啊 對啊 怎麼可能才宅宅要怎麼躲了 你看 然後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洞 讓你去聽外面的聲音 突然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人掛 有沒有人掛 都這樣子喔 什麼樣子喔 所以以前的人就躲在這邊 吃東西 不是把他躲飛彈吧 都要躲飛彈啊 他們要住在這裡好幾天 很神秘耶 朋友有跟我講 來馬祖要 不能開這些古蹟的玩笑 要抱死的一個你知道 尊敬的心情 對對對 好 謝謝 走吧 你這麼恐怖 難怪小屁不敢進啊 謝謝姐 不好意思打擾了 謝謝阿咪圖 走吧 超酷的 你看下面啊 其實這邊都是有屋主的房子 然後現在政府就是補助他們重建 就補助40% 但他們房子不能賣 他們只能重建自己住 因為這邊都是要保存下來的 所以他重建也一樣是蓋那個 蓋那個 傳統式 對啊傳統的機器 所以那個應該要重新用對不對 而且剛剛那個阿伯 底下那個阿伯 那就是他的房子 我剛剛說所以這是誰要住 他說是我要住 穿藍色的 藍色那個阿伯嗎 對 他們整理完是不能賣別人的 而且他說這樣一棟也是要幾百萬耶 上那個就是一顆印 哪個東西 我都看到很多印章的感覺 你說房子 他的那個房屋的形質是長長的 然後上面很像印章 這樣 咕咕咕咕 一個一個牌子的感覺 老師你有做功課喔老師 我有啊 我每次都有做功課啊 可是有沒有記得講出來 我看到的那個石頭都是花崗岩啊 所以很通風 而且他屋頂上都會壓那個石頭 就是因為風很大 那個瓦片會被吹 所以你看他們 對 上面都壓滿石頭 然後他這樣也比較方便整 但我真的超想問他們 為什麼要壓石頭 不是把那個瓦片黏住 不是 就不會有特色啊 因為他外面就是 不是因為特色 不是因為特色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吧 他們覺得 對啊應該是石頭很 比較 他們覺得石頭比較 我要去問那個蓋房 你問他 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為什麼 我猜應該是方便整修 我們可以問你嗎 但是為什麼那個 屋頂上那個瓦片不用黏的 要用壓石頭 有又黏的 也有又黏的 它黏的就是 我們叫我們馬祖叫爬鳳 爬鳳 就是旁邊用水泥拋掉 嗯嗯嗯 它拋掉就是說 你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瓦片會不是損號 會壞掉 壞掉的時候如果你要去方 完蛋拿 還會爬過鳳 一 speculation 他整排要壞掉 對啊 沒錯 壓石的目的 壓石的目的是 指架增加重量 現在就是一片一片的 他增加重量 家因為台風天 為什麼要有包頭 前包頭還有極正極 是中間的樓梁正極 因為它就可以減弱那個風 所以在減弱之外 它包頭是不讓你風灌進來 它就不會從第一片瓦掀起來 它又怕從中間又會掀 所以它在排水的溝槽上面 壓石頭 放一塊瓦片給它壓石頭 好聰明喔 然後你看老房子 你們自己要看 它老房子的裡面的 外面的方式是這樣 外面是有點直的 裡面是直的 為什麼 因為老房子會倒 下面大 上面小 會倒的 老房子會倒的原因是 因為一定是沒住人 會先倒的一定是屋頂 因為屋頂是瓦片 它是瓦片跟木頭 木頭容易爛掉 螞蟻吃掉爛掉 它瓦片垮下來 垮下來 然後下雨又把牆侵蝕掉 它的力學是往內 所以它往裡面倒 所以它比較安全 導遊我很厲害 我如果要講久了 很快 很會講 因為你對房子蓋這個 就是它蓋的 真的喔 那你會講閩東話嗎 真的假的 你可以教我們幾句嗎 你們要學什麼 叫它卡錄 卡錄是來玩 等一下等一下 你就是不懂 漂亮 它長得很瓦羅 是我們這邊有過山 過了圓台山那邊人講的話 跟圓台山這邊人講的話不一樣 我們小姐很漂亮不是這麼講的 那你怎麼講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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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池牆 有的是福州牆 有的是福州 福建的那個茶色年牆 明清牆 我就講一個石頭就好了 明東話還分這麼多牆 所以最難學的就是明東話 一個小石頭 說 帕羅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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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講帕羅莫 可是你們彼此之間這樣子 我們大概聽得懂 大概可以聽得懂 如果聽不懂的時候你講什麼 好酷喔 你是從小到大都住這邊喔 我這邊出生的 我16歲離開馬祖 阿群去哪裡 台灣 你現在回來了 退休住在這裡 為什麼 為什麼你想要退休之後又 這裡好啊 這裡很安靜 這裡喔 夜不必戶 夜不必戶 對啊 大同事業你看 這個真的 我們空廠百天沒有人把門關起來 像我爺爺娶四個老婆 但是對不起不是一次娶四個 那我去娶四個 就是你家生活不下來了 然後我這邊又老婆沒了 我就把你全家都把你帶過來 我把你養你小孩養你家 就是比較有能力的人就這樣 這個以前這個歷史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有些人今天是我老婆 隔天就變隔壁的 畢竟老公不見 他孩子沒辦法養 才能這樣 他改下才有飯吃 不然沒飯吃 不然沒飯吃啊 這樣也算很同心協力 我幫你家照顧小孩 對啊 我們遇到一個大哥 然後小時候在這邊長大 後來去台灣工作 然後現在又回來要住在這邊 然後帶我們去看一下 他以前住在天后宮附近 好不好 而且現在這邊的那個老屋 都改成民宿了對不對 大部分 大部分 你看這邊長 是不是也斜斜的 可以這樣側看 側面看很明顯 很明顯 對 而且每一個房子門口都有放那個酒 有 這個是因為我們 金莎是老酒的故鄉 你有沒有聽過 有 我們老酒 這是老酒酒壇 每個人自己門口 就是自己釀的酒壇 這個做磚飾 這個磚飾 這個磚飾 即以前是每一家都會釀老酒 老酒是冬天在釀的 夏天不能釀 夏天釀會吵聲 對 會酸掉 到天后宮了 而且聽說這一個 這裡面信奉的是唯一的黑麵媽祖 對 唯一的黑麵媽祖 可是他以前是粉麵的對不對 以前是粉麵的 其他都是粉麵的 因為最少我們這也是粉麵 對啊 但後來是便是黑麵媽祖 黑麵的媽祖 是因為當初很多阿兵哥 廟燒掉 找生意官幫忙 生意官就派了很多工匠 以前當兵的人 人才很多 什麼人才都有 對 他們就來做廟 他們就來 做廟那個人 媽祖的頭夢 他說要建廟 他也不是 他要做黑麵 他要來特里 他要來這邊坐鎮 他要請他七層黑麵的 對 這是阿兵哥做 這其實是廟阿兵哥港 阿兵哥那麼厲害 以前的阿兵哥太厲害了 文武雙全 那我要來 什麼運動會 我要來拜一下 因為我的主神是黑麵媽祖 是 我有夢到 我姓陳 耳東陳 耳東陳跟我一樣 陳大哥 陳 我們家福建人 你的名字 我名字叫陳善良 陳善良 因為你媽希望你很善良 可能以前不太好大概 小時候不乖 所以要一直叫你善良善良 這塊點 這塊點 是道觀年間 換句話說 這個祖廟 將近有180年 好想要在我頭上黏一個路他 你們就知道他多誇張了 他現在很害怕 剛剛陳大哥說往上騎的時候能力是一樣 你錄一下嘛 你可以你善良善 我是可以錄 只是我會 我是可以錄 你怎樣 我們要從南竿的最南邊到最北邊 去一個很酷的獨立書店 你們有酷狗吧 有 你看我一手拿相機一手 有 就這樣子囉 因為我是覺得有點危險 所以我還是先關一下 錄影好了 GO 都好啦 每一個島只有一個加油站喔 所以大家看到加油站要把握機會 這個加油站只到7點喔 7點就關了 要兩個慢走 好 好 這個彎好漂亮喔 這個彎好漂亮喔 這個彎 果然是我的 神車手 好帥喔 呵呵 我的安全都交給你了 嚇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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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可以聽到那個 海跟蟲的聲音 還有鳥 然後還有花香 噓 來寧靜一下 我們要去赤鳥書店 我們要去赤鳥書店 好 已經預約好了 如果你們要來消閒預約的囉 這間書店很酷 這間書店就是 應該是馬祖的文青聚集地了吧 他們說這裡以前是那個戰地坑道對不對 對 沒錯 你看 一進來就是米彩蜂 米小彩二 欸 兩百塊 新車路 我也是二十塊 走走走 你看這邊 赤鳥咖啡 最令人 期待的就是它的 無敵海景 超級搖滾區耶 欸 在這裡喝咖啡也太愜意了吧 真的 馬祖人好懂得生活 我們來到這邊 遇到熱情的鬧粉 你們也是第一次來嗎 十幾年前來過一次 對 第二次來完 但是我們只來半天而已 十幾年前只來半天 過幾天 他是三十幾年前在這裡當兵 那後來因為念念不忘馬祖 結果後來我們這次來 其實他有點小失望 是因為部隊全部都沒了 他在的部隊都已經變廢墟了 我們今天遇到的人 都是因為以前很喜歡馬祖 然後回頭再來 對 代表這邊真的很好 對 是會一個 會令人思念的地方 對啊 神秘感 超級 超級 真的是那地下坑到那個濕氣 對 濕氣 哇 藏在裡面 超級超級長 小心頭 小心頭 天啊 裡面是長這樣喔 好 他應該有在附書他一下啦 就是你看給他一些藝術品 一些裝飾 所以的話 沾地的坑到其實應該會 像我們剛剛看那個 比較 讓大家覺得有一點恐怖 他這個稍微有一點藝術品 然後有點燈 這裡一定要來看一看耶 真的 這邊真的很有那個沾地風情 這邊也有放桌椅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裡喝咖啡 你也可以在這裡喝咖啡 我是有一點點 這邊 很像赤身海裡面 他這邊還有以前留著那個 這超酷的啦 主要任務 射擊任務 方向射擊區域 就是他們以前泡兵的大自爆的感覺 身旁的 身旁的很好耶 這邊是不是就是這樣 可以往外走的地方 這邊應該就是可以發送 看上面那個山 欸那真的耶 他那個山 他就是要坐在山的裡面 你一個人就不會發現你在哪裡 你可以標準他們 沒有我 我很喜歡阿兵哥 戰爭的事都喜歡 所以我們剛剛一路走進來 其實就是沿著山的 邊邊到裡面的坑道 他裡面 他以前那裡應該是有泡的 架機槍 你看我們現在就藏在石頭裡面 是我當兵 是我當兵 好酷喔 我這樣 哇 剛剛走下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到裡面是這個 而且裡面很深耶 一瞬間又走進歷史的感覺 好酷喔 他這邊不知道好不好保存 因為濕氣滿重的 所以他才會怎麼打算了吧 他擔心的是行動 對 那今天 這是很難 我們剛剛走下來再講 你這邊站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這裡的低消是200塊 不是 因為我以為這20塊 總共也太可以了 對 對 有時候剛剛我們在山梁哥聊天 他說你們SUP是什麼時候 對 我們去 這邊立場體驗有很多嗎 就是那個SUP 喔 欸 是去年還是有 喔 我們這次也有 我有聽到 你問P 你問啊 好奇啊 好奇 看你有很多觀眾想知道 不是重點 他要問阿伯SUP 關他 屁事 那個阿伯還忍住 他還想而已一下 好 欸 這邊窗邊有找到一個過去的閱歷 然後我一翻然後堵才發現 這裡面全部都是來到這邊的遊客 或者是喝咖啡的人 可能跟老闆聊過天以後 然後就寫下一些心得 就 感覺他們在這裡喝一杯咖啡 可以很有深交 對啊 很有一些想法 而且如果你不想在外面吹海風 你就選裡面這個位子 對啊 不用吹海風 但是是第一盤的 可以看到他 欸 這裡真的很適合自己來讀一本 嗯 很安靜 還不想在外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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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